想一下有关那个就是说云端的相关 就是云端 其实就主要是Google账号 那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假如 有一定第一个你要先登录Google账号 第二个你要 如果你担心你的账号会到用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设定所谓的两阶段验证 那所谓的两阶段验证 意思就是说呢 他只要登录Google账号的时候 同时也会传一封简讯到你的手机 而且那一封简讯呢 他会给你六个号码 六个数字 六个数字呢你一定要填进去 你才有办法登录到 你现在使用的这一台电脑 那因为我每一个地方 我上课的地方很多嘛 我都要登录账号 所以呢到那边我一律 就是手机一定会收到那六个号码 所以我很担心哪一天我上课的时候 忘了带手机啊 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不过当然如果我忘了带手机 我还有别的方法啦 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 可以可以 电脑上面有个指纹变质 就按一下 不过那个那个当然额外的 你可能要一些设备干嘛的啦 对那当然基本上 这确保你的使用安全 就是说你的那个不被盗用 我觉得安全性还蛮高的 除非你身边的人不然怎么可以呢 看到你的手机那六个号码 如果你手机又有指纹辨识的话 对不对 像你就一定又要进到手机 所以变成双重保证 那其实说真的啊 这样也已经很够了啦 为什么 因为你又不是什么富豪吧 你也不是什么对不对 多么VIP多么重要的那些政治人物或什么 好像一定非 我们没有那么重要啦 所以这样已经大概绰绰有余了 除非说你又非常重要 那怎么办呢 你的手机上面可能就是安全 又再加一层 像你就买那个有指纹辨识的那一些手机啦 那别人即便要进到你的手机 还要用你的指纹再感应一下 才能进到你的手机 那不就两重 那只是说呢 这个两阶段验证怎么设定 首先第一个 你登录Google账号之后 你的右上角一定会有个小图示嘛 那如果这个图示 因为我上面有放一张照片 对不对 那这张照片的话 如果你没有放 那你好像会显示是 你的账号名称吧 中文名称 对 中文名称 对 那如果有放 它就会是放你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 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变更啦 这个导致那个看个人啦 那我几乎都会每个账号 都会把它设定一下 而且我不止一个Google账号啦 然后每个Google 所以角度有多哭嘛 不止一个 所以我Google频道也不止只有一个 YouTube频道也不止一个啦 所以其实可以多方面的 不同的东西 不同属性 你可以有不同的放的方式 有可能啦 不过通常我不太会忘记啊 因为我有固定的那个固定的逻辑 账号跟密码都有固定逻辑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我固定会放 我会把它记在某个地方 我找得到的地方 不过也在云端上 比如说我这个是主要账号 其他是次要的 次要账号的账号密码 会放在主要账号密码的某个地方 不能告诉你们在哪里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一套方法去管理 那 所以这个 有一套逻辑吧 反正每个人 那最重要就是说 你可能要把这个当一回事啦 因为有的人就是会忘记是因为你觉得这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说 虽然没关系 我暂时 暂时我可能会记得 但实际上你根本记不起来啊 尤其是年纪越增长 你会发现记忆力越衰退啊 所以有的时候 只要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啊 你通通都要记录下来 像我自己很喜欢 比如说用拍照 记录我的生活 但是曾经你做过的事情 可能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的事情 你可能都忘了 但是因为我的习惯这样 我都会随时拍照 然后呢 Google有一个Google的相簿 它非常方便一点 就是你只要照完相 它自动上云端 自动上云端 自动放你上云端 而且它会自动 帮你去记录 这一张照片呢 是在哪边拍的 它里面会有GPS的 你现在的坐标 而且它现在又有一个更好的功能 就会脸部辨识 比如说你要看我小朋友的成长史 他会找到一个图示 那个脸点下去 它会把我小朋友从出生 到现在的所有的照片 通通列出来 我就不用去帮他整理了 我按一下他 即便我身边的任何人 亲人照片 他每一张都会帮你找出 他有脸部辨识 只要你的五官不要变动太大 自动帮你全部找出 我觉得哇 这太棒了 太 然后呢 他每天 他会让你 就是回顾 他每一次我一登记 他就 那个 一年前的那一天 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把照片 传给你 帮你整理好 然后两年前 三年前 就是自动帮你去 让你唤醒你那时候的记忆力 还蛮棒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那前提当然你不希望被人家知道 因为里面有一点你的隐私问题 另外还有那个Google地图也是 Google地图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随时会记录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会把你的那个路径全部记得 而且你几天几分在哪里 几天几分在哪里 做什么事情 他会通通帮你记下来 那这个好处对我来说 因为这我觉得还蛮棒的 因为我有时候习惯就是说 我要记录什么时间到哪里 什么时间到哪里 那其实我是觉得 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走这一条路 跟走那一条路 但哪一条路比较花的时间省 那有时候会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说 你可能会稍微知道说 你今天到底行程 跑了哪些地方 有时候可能有忘记了 对他会有GPS 然后还有什么呢 也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相簿里面东西 放在某个景点里面 诸如此类的 那可是这里面东西很多 刚刚云端硬碟等等的 其实这里面太多功能 但是前提是 他几乎都是没有费用问题 那我使用他 已经超过十年了 所以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跟我收到钱 反而他每个月都会给我钱 这一点我觉得倒是还蛮妙的 就你使用他的资源 而且我使用他的资源 真的已经多到一个 像YouTube的影片 至少传了好几个影片上 好几万个影片上去了 如果以以前的那种 传统的那个使用流量来看 我可能要付Google 非常非常多的钱 但是现在一毛钱都不用 他反而会付我钱 所以其实Google 已经改变了一个 大家的一个习惯 等于是说 所以我后来发现 其实美国人 像全世界首富 十个有六个是美国人 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们会颠覆一些 可能既有 既有大家的使用习惯 就是你做很大的革新 对改变 改变之后呢 他就会有机会了 他就是把游戏规则 整个 全部都翻转了 让你把那个规则改了 他变成他规则就是他设的 所以他就可以因为这个规则 他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像世界首富 像比尔盖茨 他就设计Windows 对不对 他现在世界首富 另外像那个脸书的创办人 他也是啊 他就脸书 他居然这么年轻 他的身价好像排到第五吧 世界富豪排行榜 这个当然就是一种观念 所以你要怎么 年轻人如果要翻转 其实我觉得啦 你的工作性质 如果是比较传统性质的 重复性质的 没有什么创造性质的话 其实说真的自然没有 可能没有什么可能性啦 可能也没什么未来啦 反正你就怎么做 做到你年纪很大 你还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做的是 跟创造 跟设计 或者创新有关的 那其实你就会 每天每天每天都会成长 你看到到希望 就像我做这个事情 也超过十年了 那我可以看到 哇不得了了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念头 但是现在呢 也许你们看到是结果 老师你什么影片这么多啊 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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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太多了 怎么找来找去 都是你的 别老师在哪里 看不到别老师 不是别老师没有 是相较之下 我的事实在太多了 而且是我是大规模的哦 有点是那个铺天盖地的 对不对 那这东西就是 我也不是刻意啦 但是有的时候是 你比别人早一步 你就比别人看到 那有像这产业里面 只有第一名啦 没有第二名 OK 那就只有一个吴老师啦 对 有没有第二个 有啦 可是可能不太容易被看到 不同行业啦 所以除非你跟我不同行业 不然你可能要能够 但是我有时候是一种 抛砖引玉的想法啦 我想说 会不会有第二个老师 也跟我一样 做一样的事情 把他上课所有的内容 通通公开出来 让更多人学习 这样子的话呢 无论你今天家庭环境是富有 非常有钱的 或者你即便非常贫困 只要你能够连上网络 看到YouTube的话 你也有机会 你们机会是均等的 OK 而不是说你今天要非常 要很有钱的家庭 你才有办法受最好的教育 但是如果你其实很贫困的家庭 你就是没有机会 你这辈子 没办法翻转 其实如果 其实如果你要国中 国小高中 所有老师上课 你就自备个摄影机吧 对不对 然后你用一点心 把影片拍一拍啦 小朋友空的时候啊 再看一下 偏向的其实他也可以学啊 对不对 只是说这种风气 还没有完全被接受啦 尤其我觉得很多学校 其实是封闭的比较多一些些 真的完全开放的不多 所以相较之下 我是完全开放的 我就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当然 对 所以要做一点创新 创新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对 所以年轻人 一定不会跟他的父母亲 一样 穿着打扮 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才显得我年轻嘛 如果跟你都一样的话 那我刚开始就老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看待年轻人的不一样 你的心态可能要 要比较开放一点 但他只要不要是 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都可以接受啦 但是他态度是要对的啦 而不是说他就是 很松散 然后很消极 像有些学生 跟我聊天的时候都很消极 那个社会 我都跟大家讲说 这东西 其实你不要一直看那些负面 你看负面的 你只会越来越负面 如果你看到正面的 你只会越来越正面 当然你不要被负面影响 你就不会负面啦 那你看到别人都这样 你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嘛 向下沉沦 那如果你看到每个 那我看到都是正面的 对 而且我会 可能也会去影响别人 让人家更正面 对 自然而然这社会就越来越好 没有人 没有很多东西是一定的啦 就看你要怎么去做啦 而且 其实教育这种东西就是 不可能马上看到 政治可以啦 一个政策下去嘛 最近不是有一个 很大的政策 哇 马上又改变 对不对 政策一说 每个人就要真实 可是教育是 我叫你这样做 可能你十年之后 才会看到一点点的改变 可能在百年之后 才会 哇 对 回头看 不过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对 你看那个 你曾经 感觉那个人 很不错的 那些人 已经都不在了 但是他有些 是一些风范 好 没有 就是 哇 这人 感觉就是不一 在那个年代 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不过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真的还是很困难 很困难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最近呢 其实我曾经想过说 会不会有什么时候 可以做一些事情 得到人家一点肯定 最近那一天上课的时候 突然呢 就收到那个 志强工业基金会 这等于是清华大学的 他推广部嘛 帮你一个奖项给我 哦 我说 那个 拿给我 哦 很沉耶 那个是一个 琉璃吗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好像感觉 一个琉璃嘛 很重 上面写说 卓业贡献 这感觉真的是 这个比重的都还 还开心 因为其实你 你做的这些事情 会得到人家的 好像肯定 这感觉其实还蛮棒的 不过这篇po文po上去 这也是我历来 点赞次数最多的 哦 有有我在那边 就是我除了在我们这边嘛 然后在那个东吴啊 在文化大学 自强也交很久了 自强也最早也是 还蛮早以前就开这种课 VBA课程 然后那边可能对他们来说 应该是蛮 事情蛮大一举就是 为什么这老师课从来不需要 做任何行 做任何宣传 都是秒杀的 都是一下子课就 整个就额满了 可是其他课要很用力的去 做推广啊 做行销啊 做广告 可是好像还是小猫两三只 他们可能就觉得 然后里面的行政的人也会说 他们会偷偷学我这东西 因为他工作里面非常的好用 还会跟我讲说 老师你上了这些东西 他们还在旁边偷偷听 偷偷上课 然后有时候会一起进来 没关系 进来听没有关系 然后呢 有一些像企业内训课程 有时候企业会直接找我 写mail啊 打电话给我 那我其实很不喜欢 跟企业直接接洽 所以我说 不然你找那个 这个志强这边的承办人 然后呢 你去跟他接洽 因为这样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也替他们 接了蛮多的case的 对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能我业绩非常好 而且都不需要做什么招生 他觉得 怎么这么 可能因为YouTube 我后来我发现 YouTube真的非常有帮助 因为很多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行销 所以免费的这种 诱惑是还太大了 因为我免费都给你看嘛 我也没有收你半毛钱 而且你真的有听到一点东西 感觉好像你真的有学到东西了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当然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你有没有办法 但不一定跟我一样 你一定要跟我有一点不一样 也许有一点新的创意 所以现在有一个行业 行业 有一个新的行业名称 它叫YouTuber 加1R YouTuber 那这些YouTuber 其实在遍布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他就告诉你说 我是YouTuber OK 他有自己的Channel 他的频道 然后呢 会让人家 就是说知道 他有这个频道 然后他每天每天更新 不外乎就是做一些 十一住行娱乐啦 反正就让你觉得 他频道非常的 好 然后会订阅 会点赞 会跟他互动 然后他的收入来源 其实就是从YouTube 播给他的那个广告金 或者是说 跟那个异业啊 跟一些其他的那个厂商 做一些异业的结盟 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 一个方向 这一座 最后我就自己 对 这个1月12 后来我下课回去的时候呢 那我就顺便怎样 帮他 帮这个跟我自己拍张照片 OK 这一张同学 点赞之处也非常高 而且 因为我是才刚下课 所以有时候 老师你为什么看起来很累 不是 他说看起来 并没有很高兴 其实我是很高兴 可是因为我很累了 所以 那 照个像这样子 OK 所以 其实也是 OK 忍不住这个兴奋 那当然这个也是就是 很特别的啊 其实一直在想说 是不是会不会因为做这事情 有没有办一个奖给我 这样子 真的就是 有一个 不过这 这只是锦上添花 有时候真的做事情 并不是要等着别人 让 等着别人肯定你而才去做 如果因为你要等别人肯定你 而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说真的啦 其实你做的并不会开心 那一定要忍受孤独寂寞很久 而且做这些事情 你可能很多人会 刚开始很多学生跑来跟我说 老师你这样子 那以后会不会有 大家在网络上看就好了 对不对 那就不会来上课了 对不对 大家都看了 可是我的想法当然 刚好颠倒 OK 不过刚开始会做这些事情 主要是帮同学录下来 让你们可以方便复习 慢慢慢慢的 其实 不过呢 对我来说也会有一点压力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要 课程不能千篇 就是千篇一律 而且一定要求新求变 所以每一期每一期上课 一定要跟前一期 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一定要改版 改版 就是比如说我们上课的范例党 即便是跟前面有点 就是有些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又不太一样 另外上课的内容 上课的方法 还有上课的重点 也要有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不断在 找一些新的素材 然后再把它加进来 所以下一个学期 即便是进阶课 但是又会跟前几期 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我可能会增加一些 跟资料库方面的连结 因为以前好像用SS 因为SS实在是太弱了 因为很多东西还是问题很多 所以我会用一些 可能另外一种的资料库 第二个是SS需要费用 但是买另外一个资料库 是不需要费用的 而且稳定性也都非常好 第二个也许就是说 在某部分 比如说网路上抓资料这一块 因为网路 你可能有些人每天都要 从网路上抓大量资料 到底是有来分析 或者是每天每天都要去 那怎么去捞资料 跟网路上面资料可以同步 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也会 多花一点心思在 这学期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也许还有吧 大概或者是说 怎么样再把我们这学期的东西 跟工作表 大量的工作表 跟工作簿 或者是跟什么 跟Outlook 跟Word之间的连接 其实这些都可以更加的开放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全部进来 那你只要一切有VBA 就可以整合所有一切的外户资源 到Excel里面 那自动快速的产生一个你要的报表 老板要看的所有数字 在瞬间自动完成 那这样的话 我想这应该会非常非常有卖点的 如果每一个人 其实如果你们把这些东东学会 以后到你们公司 就是到职场上面 一定也会跟别人不一样 那也跟别人不一样之后 间接你也会让别人刮目相看 可能也会打听一下 你最近怎么进步这么快 对不对 那你可能会偷偷跟他 比较跟他交情好的 可以跟他偷偷讲说 因为我有来报名吴老师的课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自然而然 他就会觉得 对对对 所以就会有风气 而且他会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要报错 不要报成另外一个老师的 没有这开玩笑的 那其他的话当然 就自己最近就贴 所以最近有三百多个点赞 OK 那其他的话 所以之前那个 那个什么 开课也是一样 瞬间秒杀 其实刚刚好就是 看到他也想了 我看一下 同学说快额满了 赶快报 赶快报 真的不到一个小时 一下就满了 一上去看 剩下两个名额 一个名额 没有了 哇 好刺激哦 对对 因为大家都点进去啦 所以会塞车嘛 所以这个 这个好 所以这个 我派我在纽西兰的女儿 哦 真的哦 第一个 第一个 哦 他可能设闹钟吧 对 对 时间 哦 更快 对 他没有 他还在之前就演练过 然后他说妈 你放心 一定报得到 哦 他妹给我的时候 我是第一名 他说妈 OK了 我当年八九竹 就是上那个 那个 然后他的课程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就 stand by 看一看一看 他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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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上刀 等一下吧 也许 那个有关 有关 Google方面的那一些 两阶段验证 或者其他相关设定 也许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那待会 再再看这个 就是Google的相关的东西啦 那我是觉得这东西真的很妙 到现在还是觉得说 有点 蛮奇妙的 就是你一直用 比如你去那个店里面吃东西 吃到饱 吃到撑了 老板最后非得没有跟你收钱 他还付你钱 这个你的 我想说 我吃你的 喝你的 还拿你的 都没有收半毛钱就算了 还付你钱 要是你 你会拿吗 你可能还是会拿 这很妙 在Google这 所以有些东西 而且它是成为全世界 这等于是最大的网络公司 那目前 那个美国市 全美市值第二高的 它已经 5000多亿美金的吧 市值 已经快要追上Apple了 所以 这种东西 其实 这是一个 一个创新吧 那台湾当然 有很多的优势 其实也可以 可以 给我们先休息 待会再来看一下这部分 的吗 谢谢观看